龙年新春好消息 新联华国际旅游科技集团执行长 陈增智英宣布 将亲自带领在美华人 展开杜拜、阿联酋、阿布达比、罗浮宫 九天豪华深度游 我记得20年前 我第一次去到杜拜的时候 其实当飞机降落的时候 我其实心是砰砰跳 很兴奋 但是我觉得说 这个是伊斯兰国 不知道会不会让我觉得 是会很害怕 因为我们在一般 我们在美国也好 在加拿大、在台湾也好 我很少看到穿白袍、穿黑袍 戴了一个头巾的男男女女 我们是很少看到的 然后当以前人家讲 伊斯兰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伊斯兰国怎么样 就听了 所以觉得心里是会有点紧张 可是当我到这个 排这个过移民局的时候 我抬头一看 真的每一个移民官 真的帅到爆啊 然后很有礼貌 然后他还会讲 谢谢两个字 讲说 看到我们是中国的这个脸吗 虽然我们拿的是美国、加拿大护照 他也会跟你谢谢 非常的礼貌 然后你就看他穿那个白袍 这个旁边那个衣服 都烫得非常的整齐 然后那个头的头上面 我们讲的说 他们戴的那个叫 就是他们特有的头巾 也很漂亮 烫得很好 白色的雪白的 很干净的感觉 这个人的那个样子呢 也很干净 也很感觉 除了帅以外也很干净 曾老师强调 重启杜拜阿联酋 阿卜达比罗福宫 九天豪华深度游 主要原因是 过去以来的旅游印象 都是全程深刻且美好 让他至今难忘 当我们那个车子呢 离开这个机场 你往左边看 右边看 怪怪不得了 他那个高楼大厦 一动一动 然后非常漂亮 然后你很少到一个地方 像我们说 到了美国纽约 哇你也看到很多高楼大厦 当你到了杜拜的时候呢 你再去看这个高楼大厦 你会有另外一种的想法 因为他每一种的造型 几乎他是集合 全世界你去看过 最先进的这些建筑物呢 最漂亮 最特色的这个建筑物呢 杜拜全部都有 尤其当你去到曾老师 给你特别安排的 超级五星酒店的时候 你更会很敬业 因为你到了那边以后 你觉得 我是不是到那个帕拉蒙的 这个制片厂里面 因为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电影呢 都是帕拉蒙他们制作的 这些电影拍摄的 去到那边就觉得 你自己是不是那个电影里面的 女主角 男主角 所以呢 去到那个酒店 你也会很兴奋 且杜拜阿联酋 阿布达比罗浮宫 九天豪华深度游 不只行程内容丰富 餐饮方面也是尽全力 为客人安排到最好 第二天早上呢 当你吃了他的自助早餐的时候 那个感觉真的是不一样 虽然有很多来自全世界的观光客 你可以在耳朵旁边常常听到 法文 德文 英文什么 很多文 但是偶尔也可以听到 我们国内来的一些 很不错的这些客人们 你也可以听到 他们的在讲话的这个 就知道判断 但是有的你不要看他是亚洲人 可能他讲的不是中文 所以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世界的大熔炉 好 好了 我们开始去玩的时候呢 我们在路上呢 我们看到的景色 那可真的是不一样 当然最新的呢 就是我刚去回来的最深的印象呢 是那个杜拜的那个大象框 他真的就是做了一个金色的大象框 然后呢你在这个旁边拍照的时候 你们就全部的一个家人 或者一群好朋友 我常常说出去旅行就是一个缘分 出去旅行就是一个family 出去好像阿公阿嬷就是祖父祖母 带着这个孙子 祖孙三代四代 在那边拍一个全家服 你到照相馆你都不能说我一次 哇 全家祖孙三代四代 在一个框子里面 唯有在这个杜拜的大象框的这个地方呢 你可以祖孙三代四代 拍一张美美的大象框的炸照片 那个也是在这个杜拜里面呢 是一个应该说是前几年的一个新的一个景点 但是后面还有更精彩的这个行程 新莲华假期联手东森美洲台重磅推出的 杜拜阿联酋阿卜达比罗浮宫九天豪华深度游 4月14号出发 一辈子一定要去一次的精彩体验 名额有限 需要提早订备 观众报名或查询更多行程 请上新莲华假期官网 东森新闻团队洛杉矶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